前三集Hong Kong Stream 懶人包 就跟大家講解一個分別用讀書和雇主擔保簽證途徑 除得永居身份 相信大家對於這個新政策都有基本的概念 今集阿May將會解答一些有關於Hong Kong Stream 的常見問題 針對大家的疑問一一拆解 不需要一定是一個 Bachelor Degree 可以選擇 Master's Diploma 或者 Trade Certificate 都可以 只要是一個兩年或以上的課程就可以了 是可以的 申請人和配偶可以在那邊工作 要記住在讀書期間 每兩個星期就不能超過40小時的工作時間 如果是讀 Master's 或 PhD Degree 申請人就不會有一個工作時數的限制 這種簽證就不能回答父母 但如果申請人是 Under 18 歲 父母都可以考慮一個陪讀簽證 陪同小朋友過去 Genuine Temporate Entrance 是學生簽證的其中Visa Requirement 在測試過程中 會看回申請人的Education Background 一些Immigration History Financial Capacity 以及選擇 course對於申請人的Future 會是怎樣去證明申請人的Study Intention 如果在2011年11月5日之前 申請過一個學生簽 便不能通過Per Study Workstream 去做450的申請 只能通過Graduate Workstream去做這個申請 是可以Transfer Credit的 不過申請人需要在澳洲完成 不少於16個月的課程 想知道更多Hong Kong Stream 和澳洲移民的資訊 記得密切留意阿May的Facebook 如果對於Hong Kong Stream 有任何疑問 歡迎留言給我們 下次見 拜拜